澳洲是我国第十大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在去年超过185亿美元 相等于大约846亿令吉 身在当地进行官房的首相纳都斯里安华 在今天就和当地18家企业高层和商界领袖会面 鼓励他们扩大在我国的业务和投资 兼任财政部部长的安华在上任后 积极招商引资 他在墨尔本的一场圆桌会议上 和当地一些来自制造业 服务业数据中心 金融和贸易领域的代表 进行了一对一交流 听取他们的意见 安华强调 团结政府拥有明确有效的政策 带来前所未有的投资水平 是大马吸引投资者的主要因素 根据通报 我国去年批准了3295亿令吉的投资额 创下了历史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